接下来我们就谈我们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刚才夏教授已经提到了这个话题 就是谁应该为温室气体排放 负更大的责任 不过在谈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篇报道 全球气候变暖与天气变化的趋势说明 这两者之间确实是存在着联系 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大气的温度上升 其实几乎所有消耗能量的行为 都可能导致温室气体的排放 比如说烧煤 开车 甚至是开灯 温室气体排放的越多 全球的温度就会升高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关于气候变化造成的效应被夸大了 杰·高里志是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 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高级科学家 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天气事件 直接和气候变化相关 但是他也说 全球气候变暖与天气变化的趋势指明 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联系 如果我们排放更多的热气 我们会面临更多的 像是洪水 干旱 飓风等极端天气 如果我们减少暖气排放 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 马里兰大学的詹姆斯卡顿 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最新研究显示 全球气候正在变暖 三级 四级和五级的强烈飓风 将更频繁 这背后的科学理论很简单 产生飓风的能量 来自于海洋表面温度上升时的 水气蒸发 海洋温度一直在上升 蒸发越多 飓风就越多 但是卡托研究所的 帕特里克·麦克斯锦告说 不应该只看单个研究数据 就下结论 我正在研究从1979年 到2010年8月为止的 所有的飓风数据 结果显示 尽管地球表面温度 比以前升高了零点几度 但现在的飓风值 绝对处于最低点 那么这两者的关系 到底有多大呢 一般认为 二氧化碳的排放 导致大气温度上升 几乎任何一种 消耗能量的行为 都可能导致温室气体的排放 比如说烧煤 开车 甚至是开灯 温室气体排放越多 全球温度就会升高 但是帕特里克·麦克斯认为 关于气候变化造成的效应 被夸大了 好 欢迎回来 先说一说 两位怎么看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刚才我们这个报道里头 所谈到的 我觉得从科学事实来讲 绝大部分科学家 还是比较有共识的 就是说一 全球气候确实是在变暖 二 气候变暖确实是因为 温室气体内 包括最大部分是二氧化碳 就在最近100年内 急剧增加造成的 第三个 就是说是不是人类的行为 造成这个 然后又是不是人类的行为 可以去改变这种建成 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增议 然后我个人看到的一些数据 就是说 在最近100年内 急剧增加的那部分 温室气体当中有65% 是因为化石燃料的燃烧使用造成的 然后另外35%是因为把一部分自然资源 比如说森林 然后草地转换成农耕地造成的 因为农耕地对于温室气体的固存 就是说它可以吸收 吸收二氧化碳 它那个效应远远不如自然资源 就是森林或者是草地的吸收 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造成 就是说散布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和其他温室气体急剧增加 然后我个人认为确实是人类的行为 造成了最近100年之内 温室气体的急剧增加 贾教授怎么看 对 有一句话说 只有美国才是这么愚蠢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别的国家都承认 确实是有这么大的问题 而且是人造的一个问题 可是在美国有一部分人 他们是一些基金会 他们的钱都是拿自 从一些很大的石油公司来的 利益团体 所以你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你真的像Kato什么Heritage 这些他们是极少数人 而他们的工资都是来自于 这些最污染性的跨国公司 所以你去欧洲 去非洲 去拉丁美洲 去亚洲 没有人这样相信 只有美国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 所以这个使得我们有个很大的困难 在美国 那就接着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话题了 那现在到底是谁应该为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负更大的责任 最大的责任应该是在 我们这些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 因为这些排放物已经放了100年 刚才说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带头来解决 我们要改变我们生活方式 我们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负责责任 可是那问题是有一些实际上的问题 美国的政府确实是 他就冻结了 右排分子跟左排分子 所以奥巴马他愿意做事 可是他确实没办法做 所以有另外一个客观的现象 是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会付出最大的代价 因为他们如果有洪水 那死亡率是最高 那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不得 就是必须要参加来解决这个问题 海冰先生怎么说 我觉得责任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看 一个方面就是说 确定这个标准就是说 谁应该付多少责任 另外一个标准是说 你会不会实际上去执行这个责任 我觉得首先从执行这个责任来看 美国做的是不太怎么样 就是说即使20年前 当开始监督协议的谈判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的排分还没这么多 然后美国确实是 从那时候的 占全球排分的比例来看 美国是最大头的 当时他就没有签署监督协议 他就说即使他觉得有这个责任 他也可以去摆脱这个责任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话 最加难的责任谈判 是一种不太好的暗示 因为如果你规定了一个责任 你可以不去执行的话 这个责任关于责任谈判 就没什么意义了 然后再回到责任分配机制本身 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标准 一个是看历史累计排放 然后有的看当前的排放的对比 还有看按人均历史累计的排放来看 就不同的标准算出来 对各个国家的责任分配 都有不同的影响 然后现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体制下 谈的是还没有定论来 发达国家的意见是 他们可以愿意 比如说到2050年减排80%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责任已经够高了 因为按照IPCC 就是政府级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谈判 全球只要减排50% 到2050年的时候 他觉得减排80%已经够多了 但其实这是个发展权的问题 它的减排80% 给发展中国家留下来的 那个可排放的空间 就非常非常小了 这从人均 或者是从国家与国家对比的角度来说 这又是一种不公平 好 焦点对话 聚焦热点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对话 用iPhone随时随地收听收看VOA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请上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 搜索词 VOA 控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主要功能包括了 可按类别 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VOA提供新闻线索 包括文字 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 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同样适用于iPod Touch和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VOA 欢迎您马上适用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交点对话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我还看到最近有一个叫 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 谈到许多名牌的产品 实际上是服装名牌了 有外国的 也有中国的 比如说阿迪达斯 耐克 包括中国的有个叫李宁牌的服装 这些名牌厂商 对中国的水的污染 负有一定的责任 那么这个组织就是希望这些厂商 各自发挥自己的这种影响力 来改变这一状况 两位怎么看这份报告 这些绿色和平和其他民间组织 他们用一些新的方式 来影响到一些公司的行为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们可以让他们所有的成员 来或者是不去买这样的鞋子 或者是写信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化学料是完全要 就是根本不用 要代替别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用他的媒体 过去没有可能了 用Facebook 用Twitter那样的 我看到有一个有关这个Barbie 所以Mattel在印度尼西亚 他们说什么Barbie的男朋友 跟他断绝关系 为什么呢 所以这样的东西 这些公司很害怕 因为一有这个Adidas 它是一个污染性的一个 那就去买运动鞋的时候 我就不买这个牌子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力量 对 我觉得夏天说得很好 就是说从提升民众的那个环保意识 然后对这个产品 就从消负症角度反向施加压力情况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从政府那个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说 这也反映了那个中国政府 那个环保政策执行的一个不利 因为中国政府不是说没有那个规定 这些不能排放这些污水的那个规定 其实都有在那里 但是可能这几个厂 然后是在当地 对当地的那个经济的贡献比较大 然后当地政府可能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这种感觉 另外从那个国际的那个组织 就是说阿迪达斯和这些国际品牌来说 它可能自己内部也有一些 那个environmental regulation的 这种环保方面的那个规定 它影响它的上游那个产业链 能够符合它的规定 但是它缺乏这种监管的那个人手 和那个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 然后这些厂商 其实又是带领很多不同的品牌 比如说你一个厂 你可能去设一个代表 或去看它 但对其他那个生产线 是不是有影响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 那个执行的因素 我觉得非常值得 我希望那个绿色河边 能够继续做下去 就是说提供一种 solution 的那个package 就是说提供一种解决方法的 一种讨论 我们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 放的那个一个短片当中谈到 世界环保大会 在六月份刚刚不久前 在中国青岛召开了世界环保大会 发表了一个2011年青岛宣言 这个宣言倡导善待地球 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主要是要呼吁世界各国 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 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 过程当中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 刚才我们在谈 到底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谁应该负更大责任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么两位如何看这个宣言 现在我们搞国际环保问题的人 我们确实就是提问 这个能不能做到 是不是够了 我觉得在很多环保方面 因为环保它不是州跟州之间的 就有便捷 就是说都是国际系的问题 早就说我们需要一个 或者是一个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或者是在联合国 他们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结构 可能是权力不够 所以这个世界环保 全球变暖的问题是非常明显 不像我们过去谈 这个休养器层的那个 他们说是做得不错了 因为确实可以用另外一个化学料 来代替那个很迫害性的化学料 可是这个全球变暖的问题 它牵涉到我们整个 整个生活方式 所以能不能做到没有执行法律 没有条约 很多人就开始就认为可能不能观看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系统去做 您怎么看 当然从全球换围来说 全球形成写击手来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见 然后大家一起行动 这个是当然最好 但这次就只是种理想状态 很多情况存在利益纷争 所以不能达成一定的意见 但我觉得即使在不能达成一自一的情况下 也可以从一些小的事情做起 比如说每个人 然后每个工厂或者是每个政府 你能在自己的范围里 做一些力所人际的事情 也是对于减缓这个气候变化的影响 也是有好处的 继续到这个会议来说 我觉得它要提升它的影响 首先应当它要看它对政府决策 和那个政策方面的影响力 然后第二个要看它是否出现了 那个环保绿色市场的那个发展 比如说它有没有对环保新技术 作为一种推广平台 它是不是取得了一定的很多合同 这种东西 另外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这种所有的国际会议 要避免空谈概念 然后不要为了开会 其实开会很增加那个碳排放量的 这么多人一起去 然后飞机这种东西 都是很... 所以要产生一种实际的效果 这种实际的效果 我不一定说要追求一种统一的 全球的统一性的概念 因为那个很难达成 但你可以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 我最近看到 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叫李干杰说过 说尽管中国过去一年里 在一些环保领域取得了进展 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 仍然面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他是在这个副部长李干杰 是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当时有一个发布会提到这段话 他说准备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 就是下个五年当中 环保部的工作重点 放在饮水安全 空气污染 重金属污染 土壤污染等 突出环境的问题 我想问两位如何看中国官方 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评价的 我觉得他的看法可能 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 也就是说特别是在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污染和食品安全方面 这已经是关系到国际民生 就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公民的 那个切身利益 就很多一些气候变化 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理解 但是水污染 然后食品 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食品的污染 这是他们能够感受到的 然后这方面有很大的 民进的意见在那里 然后中国政府注意到这一点 然后决定就是说 最近几年要着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进步 我觉得这不只是政策上的问题 因为刚才说的可以讲一些话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执行 那就不可能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应该考虑到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他确实认识到了这些问题 他们是有病 他们怕吃饭 还有一些很贫穷的人 刚才你自己不是说你家是洪水了 对 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确实老百姓非常盼望 有一个很好的政府 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可以解放他们 解放老百姓 来帮助政府来做这些事情 另外也需要一个更加通创的机制 就是说把老百姓的意见 作为一种政策制定的一种推力来执行 你就说不要阻断老百姓的意见 而且让老百姓的意见 就对环保一些方面的意见 更加考虑到决策的体制理来 信息呢 要开始更加透明一点 不要因为这个武力宏 他就是一个有关台湖方面的一个积极分子 他就跟外国的报纸讲话 后来他让他坐牢 那这种态度 这种行为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 我希望他们可以让这个武力宏 能够放出去 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刚才我们提到一点 中国已经逐步成为 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那如此看来呢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 现在马上就要成为 最大的两个石油消费国 刚才已经都是排放量 这是最大的两个国家 那么美国和中国 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方面 有哪些合作的前景 比如说特别是在这个汽车市场 这个方面 那我希望是火车方面的合作 而不是汽车方面的合作了 巴士方面的合作 还有自行车方面的合作 因为其实你去欧洲的话 很多人就不愿意开车 因为它就是非常方便的坐火车 所以其实原来中国有个机会 它可以不要牺牲它的自行车 可是它就是走了美国那方面 哪个道路就是非常可惜 我觉得汽车方面也可以合作 比如说电动汽车这一块 然后美国在技术研发 这方面比较领行 它可以利用 比如说通行汽车 在中国有那个工厂 可以利用中国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 大量推广这种技术 然后使用这种技术的各方面 都比较成熟的 然后再反馈到美国市场 那美国市场电动汽车的价格 就比较便宜 就相当于其他用汽油的价格 就有优势了 这样就更有助于推广电动汽车 然后达到环保效应 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每人基本上一句话 就是说能源和资源的 这种消费这方面 现在美国和中国 显然是两个最大的消费国 也是一个最大的竞争国 这种竞争会不会影响到 美中两国的政治关系 会有些竞争 会有些紧张的地方 我想会 我觉得这种影响一直都是存在的 而且将来也可能会继续 但关键是在于两国政府 怎么去从这种竞争中 更多的发掘 那个可以合作的方面 所谓这种影响这种政治关系 在哪方面会影响到 就互相竞争嘛 比如全球里面资源的那个 就是说中东私有 然后其他国家的铁宽石 这种东西 有些地方他们是竞争者了 但科技方面也是可以合作的 就是共同开放可竞争的 还是除了竞争以外 在很多方面 特别是在消除 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方面 还是有很多合作前景的 不过我们今天有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今天交点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夏主力和马海斌两位嘉宾 参加今天的节目 通宵美中大师 所谓美国之音 我是林森 下星期五交点对话节目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